泰國官員星期五參加儀式 悼念星期一曼谷大爆炸中的遇難的22人 參加悼念儀式的還有宗教界的代表 與此同時 泰國當局繼續追查犯案的人的工作 發出令人困惑的聲明 泰國當局在各個旅遊點 以及首都其他地區加強了安保的巡邏 但調查人員似乎在追查犯案的人 以及犯案的動機方面沒有任何確實的線索 泰國警察局長說調查人員已經確定 這不是一次恐怖主義襲擊 有關官員星期四也強調說 這次的爆炸不像是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聯 但他們發佈的一個逮捕令 同時公佈了主要嫌疑人的畫像 並且說這個人是外國人 監視錄像畫面當中顯示的另外 兩個人最初作為嫌疑人被查問 但官員說已經排除了他們參與犯案的可能性 成績不像是個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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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